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在特朗普政府的內閣成員裡面 最盡忠職手的一位 相信非國務卿蓬佩奧莫屬 來到首屆任期的尾爾那天 他仍然沒有半點怠慢 繼續勤勤狠狠地工作 在昨天國務院就出了一篇聲明 聲明當中就提到 說中共在新疆地區 對榮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打壓 是犯下了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 蓬佩奧還說 他相信這一種種族滅絕 仍然會持續 這篇聲明當然措辭就是非常強硬針對中國 但是蓬佩奧來到任期的尾爾那天 仍然發表一篇這麼強硬的聲明 當然就不是說這麼簡單 這一篇聲明可以說是一石二鳥的 一來就是針對中國 二來也是掣肘著拜登在未來調整對華路線的空間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到底國務院那篇聲明還說了什麼 蓬佩奧就將新疆的情況 和當年的納粹集中營作出了一個比較 他就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紐倫堡審訊 就以反人類罪 起訴了那些涉事人 他說同樣的罪行都應該是在新疆上演 接著下來的段落 他就是列舉了在新疆出現的情況 好了 蓬佩奧就說到 新疆的情況就叫做 種族滅絕 實請用上這個詞彙 來形容新疆的情況 美國國務院現在這篇聲明 可以說是全世界的第一篇 這篇聲明就為了新疆問題來定性 好了 其他的國家是否會跟隨 美國媒體Exxiox就說 有些歐洲國家很可能就是會效法美國現在這個做法 當然一切都要等到 為究竟換屆之後 新政府他們的取態又是怎樣 所以我為什麼說到這一篇聲明是一石二鳥就是這樣 這篇聲明明顯的對象就是針對中國 但是實際上來說 蓬佩奧根本上就是要為 拜登的對華路線作出一些制爪 為他設下一些 叛腳石 甚至乎可以說是幫他埋了地雷 這一篇聲明就說到措辭那麼嚴重 實情 不單止是蓬佩奧他認為新疆的問題 要有這個定性 連拜登本人和他的競選團隊 他在去年競逐這個總統大位的時候 都曾經是作出過類似的說法 現在蓬佩奧這篇聲明 就等同於為拜登設下了一道難題 縱然大家都知道 他在對華路線上肯定就是會作出多少的調整 而且他本人在過去 就任副總統的8年都是相當親中 但是他調整對華路線的空間有多大呢 既然他曾經說過類似說法的時候 他不可能一上台就推翻蓬佩奧這篇聲明 或者是扭轉蓬佩奧這個說法 因為其實蓬佩奧的說法 跟他在去年的說法 是一致的 只不過蓬佩奧就掌握了時間 在他任期末爾的日子 將這件事 用官方的形式發表了出來 即是臨門一腳 還要踩行油 全速前進 就算被拜登上去之後 他也肯定會收制不及 因為他自己也說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 有部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 肯定拜登也要被迫照單全收 所以我就認為 拜登就算上場把部分東西推翻得好 有部分東西他都是推翻不了的 因為當所有東西都推翻了的時候 某程度上他就連自己都推翻了 到時候就很醜陋 很肉酸 拜登陰典的那位後任國務卿布林肯 他昨天就聲稱 對於蓬佩奧的決定是表示支持 而他對於新疆問題 也都是有跟蓬佩奧一樣的判斷 他說這樣說 我們就要聽其言官其行 因為有些官員 他後任的時候 就一個樣子 大隻港 到上任的時候 又另一個樣子 表演四川的國術 變臉都可以 所以我們一定要密切地監察 到底這些人 上任之後 會不會是變形走樣的 他現在說就這樣說 我們就叫做 顧網停止 你拜登竟然間你的競選團隊和你本人都有說過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我相信 他推翻新疆問題的定性的機會是難一點的 因為這次拜登也有些事情要顧忌 比如說 他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究竟是怎樣 他未上任的時候 就曾經 想撒亭東德肥婆 麥克爾 要跟中國 達成這個中歐投資協定的共識 終於就是不理他 肥婆 就懶理他的 拜登之前有提及過 說要改變 特朗普時期的外交路線 就說要達到所謂的聯歐抗中 就說要跟所謂的 傳統盟友合作 如果他要向歐盟靠攏的時候 其實他就很難說完全推翻了特朗普時期的一些政策 因為別人肯定會覺得 你這樣搞的時候 到底你說的可不可信 你是不是老點歐洲和中國不要合作 然後你自己想接觸先登 其實很難免歐洲是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拜登一上任他肯定會推翻部分特朗普時期的 政策 但是有部分就要被迫保留 甚至乎可以說叫做硬食 拜登現在就想拉攏歐洲 你要拉攏歐洲的時候 一定就叫做利益主導 到底你能夠給到多少好處歐洲 其實拜登就將要跟中國來競爭 到底哪一個能夠拿到歐洲的支持 就視乎哪一個國家 是給到他最多的益處 所以拜登就一定不能夠老點歐洲 因為所謂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 你本身在國內的已經是很弱勢 在國際社會上 他又似乎不是很大壓力 肥婆就一於當他臭四扮 人家現在都不算是很聽他的 如果他還要老點人的時候 以後都不用再聽他的 所以蓬佩奧現在這篇聲明 就有一個一石二鳥的功效 其實就是用來祭蕩拜登的 對華路線的調整空間 我認為是有這個作用的 如果不是 去到最後這個階段 他放屁 是不是 他就不是放屁 他就是要 可以說說落釘 他使得你根本上 有個叛腳石 甚至乎是埋了地雷 搞到這個拜登也不敢碰 一碰就粉身碎骨 好了 蓬佩奧這一篇的聲明 當然也是刮了歐洲的一巴掌 是不是 比如說這個東德肥婆 開口埋口 有新疆問題 有香港問題 全部都是紡紙來的 人權問題 就變了給他叫價的籌碼 他都不是有心解決 你跟中國達成了中歐投資協定之前 你就不斷說這兩樣東西 現在又不說了 那兩樣東西根本上 就是叫做一塊布 養下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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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大家埋牙了 下傾得成 那這塊布就丟掉了 那你根本上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叫做 好像關心了這個議題 好養那些政客 能夠向國內的民眾有所交代 但是實際上 什麼都沒有做過 用把口說而已 一口罕罕罕 蓬佩奧現在就不是 官方發表了一篇聲明 將問題定性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篇聲明出現呢 就是因為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了一條法案 叫做維爾人權政策法 這篇聲明就是按照那個法案來發表 起碼人家是有一個法案在 將來他要怎樣執行 他就可以按照這個法案來辦事 就不是好像歐盟那樣 說完之後 一大輪就算了 所以這篇聲明也是刮了歐盟一巴 尤其是東德肥婆一巴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下另一宗消息 特朗普總統昨天就發表了這個 告別演說 有些美國媒體就傳出了一個消息 說特朗普總統可能在卸任之後 就會成立一個新政黨叫做愛國者黨 但是消息人士就沒有透露到詳情 白宮方面也是沒有回應的 我認為就算這個消息是 準確的話也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根本上特朗普總統對於政黨這件事 他就事作等閒而已 他民主黨也加入過 共和黨也加入過 而且進出了很多次 最後一次就是共和黨 故此來說 政黨就不應該成為特朗普總統的一個包袱 根本上政黨就是一個載具 就是一個手段 而不是目標 成立政黨的目標就是要執政 所以 就算他說要搞一個新政黨 我認為一點都不奇怪 忠然來說 現在有些銀行就說不再跟他有業務往來 有些大商家又對他作出處處的制褶 甚至乎親特朗普的一些政界人物 都是被那些 大商家大機構 關了水口 停止了政治捐獻 但是特朗普總統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得到很多基礎民眾的支持 這件事就是他全國其他的政客都沒有這樣的政治魅力 只有特朗普總統有 所以他一組黨的時候 就肯定會從共和黨的基礎群眾當中 拔到很多人 支持他這個新政黨 到時共和黨反而就變得了是岌岌可危 就算下屆用紙本投票 下個選舉很公平也好 到時共和黨 如果面對著特朗普這個新政黨 都是會糟糕的 更何況的就是 根本上你共和黨裡面有很多樓派盤 比如說那班所謂的精英派 布殊那個樓派 整天都不妥特朗普 那些什麼 鮑威以前國務卿 羅姆尼參議員 麥康奈爾參議員 這班人全部不妥特朗普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住 搞個政黨出來 你無非就是有個目標是執政 如果你根本上要跟這班傢伙合作 牛鬼蛇神 不如索性自己搞 所以就算他自己搞 我覺得不出奇 這個消息是真的 更何況就是 特朗普沒有東西多 是錢多 資源方面 一定就不需要擔憂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